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 如果不能合理化自己 就要把对方妖魔化 即使对方是妖魔 都合理不了自己的做法 不能因为对方是妖魔 所以我就用一些骂傻的手段都可以 譬如我们有时跟那些左膠的支持者聊天 有时聊两句他们就语塞了 很简单 为何可以不让别人说话呢 不理会是前总统 候选人 还是支持者 他们说话都戀了大龙 其实很简单 他们为处于美国的第一手政案 就是保障言论自由 基本上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说话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说 但是不行 因为你将会影响他们 这麽清楚 这麽清晰的东西 去到今时今日 我就觉得很简单 除了别有用心或者极度按钩之外 你是不可能支持美国民主党的 那我们最尊重的萧生 就终于开口了 正式去说今届支持美国民主党 支持何锦丽 好 多谢萧生 那你们觉得萧生是极度按钩 还是别有用心 两样东西而已 不会有第三样东西 他一定不是极度按钩人 难道他别有用心 我真的不懂 我不懂去解释这张牌 好了 我们看回本地新闻 私营美容 两名顾客两年前 在私营美容 打这个欲毒钢菌毒素后 出现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 没有死到 没有死到 之前有人打过这个 BOTOX打到死了 但应该不是这一单 对 对 为两个人打针的女董事 张敏早前认罪被判仇四个月 而在美容院工作了几年的 38岁美容师被控 故意漠视张敏是否合格的注册医生 于是早前被裁定一项无牌行医罪成立 在江城裁判院判罚被判就七个星期监禁 这就叫做执分身彩 因为裁判官林志康考虑到被告 这个38岁美容师 在判恶角色重要性较轻 亦都是背景报告正面 显示被告已经有悔意 知道要为自己行为负上责任 加上她老公对她支持 又承诺不会再犯同类事件 而且对两位顾客受伤感到抱歉 加上她的得益只有两个彩佣金 相反为顾客打针 相反得益较大 所以考虑被告 因为她并非为顾客提供打授面心服务才得到佣金 其实其他东西都有 邀请顾客参与美容院提供的服务 亦能得到佣金 所以她说那二百元佣金得益 并不能定为是否做非法服务的凡案得益 糾纏在这二百元上 总而言之 你现在说她故意博士 将问是否合格注册医生 这个情况 不过打工打到要坐牢真的很凄凉 我说不知 女人真是孤零星怪 我都不知 其实打来霸鬼 老便老 鬆便鬆 打到孤零星怪 好了 这件事真的要讲 今天第一件 大家看看 六十四岁男子 被指偷拍和非礼的同住 十二岁 继孙女 这个严重性是低一点的 虽然我们说 这样说好像很坏 但是 非礼和威胁继孙女 或者继女 虽然我用这四个字 大家可能会很讨厌 情有可原一点 因为没有血缘关系 但一考虑到你六十多岁 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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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这么久 屌你老母 你都好 吴家产 好了 老翁在2023年 被起诉之后还压 接着说不舒服 在留院期间 屌你老母 有什么逃离基压 这么厉害 屌你老母 回家再被捕 屌你又不是屌 你当然逃离 现在逃离老海 你还回家 星期一 在区域法院 承认 亏人 猜蝕侵犯 和逃离合法基压罪等等 还压到10月8日判刑 那 拿到市主的创商报告 其实这些是64岁 64岁就不是很大 我们很多朋友都60多岁 喂 你现在这样搞 就算你坐牢出来 是不是可以回家 家人怎么看你呢 我孙女在这里住 对吧 屌你 有没有屌你坐牢 这些人 没有的 我想这些 四年 四至五年 顶龙 未必有 安诚说 被告趁市主睡觉的时候 揭起水衣 映够市主的空暴 市主被快门升 和闪光灯 弄醒 但是继续扮睡觉 那不是 怎样 怎样 你扮睡觉 他爺爺在这里做什么 不是 爺爺阿公 公公 不然这样 或是 仲前登一拜 不是啊 你看 你自己说很冷 很冷冤 睡觉 啊 这样的 你有没有小电影 跟着吵架 好了 跟着呢 你看她 十二岁的那小妹 第二天 就和被告的女儿说 和被告的次女儿说 被告的次女儿就是亲生的 帮你不帮亲 次女 第二天就和被告对策 和老爸对策 被告承诺不会再犯 给个机会去的 始终是老爸 谁知道两个多月后 她又再陈事主睡着的时候 摸过去那波 被告被捕之后 承认 不笨了 拍了几张照片 认罪了 有多少男人 所以说有时 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 屋子比较麻烦 甚至乎 我们也说很多 甚至乎有血缘关系 就乱伦了 哥哥 哥哥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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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亲生 基本上是少些 好了 好了,被告承認案情說,女兒和阿X事發時,12歲,和阿婆,和繼外祖父,這個阿婆也是,你發老孝,當然可能很年輕就跟了這個老公,但是你有女兒有孫後,真是麻煩一點,即是被告一起住,哦,她是和阿公,不是和阿婆和阿公,那她媽媽和老爸呢,2023年3月22日凌晨3點鐘, 阿X,12歲也,在房間睡覺的時候,被告站在床邊,拉高她的睡衣,和胸圍,這個是問題的,12歲要戴胸圍的嗎,12歲,不如有些12歲好多的,12歲,小六升中一的啦,是戴胸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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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啦,其實是不關那個多少歲時,是去過法育程度啦,發育程度啦,有些類的,很難稅的,明明只有兩顆, 十五、六歲啦,二、十六、七歲啦,基本上是沒有球的,即是那個球呢,那有些他們40歲都好像阿沙打的啦,不是,她的球比我小的,阿沙大過我啦,不知道阿沙大過我啦,阿沙大過我啦,她有些呢,明明只有兩顆球大一點,女人的顆球不像我那麼小的嘛,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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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也不能太大,太大就不自卑,害怕的,但那時有些女人入 jornal情 latch了嘛,嗯,多害怕了壞啊,多害怕的,那時候有個同學那幾一定是 lâ이的,在兇圍裡,塞一些東西下去,塞紙 fazer 붓新的麻煩了那些橡這些扒除我是不是這麼誇張的,以來,兇圍教不得了,然後呢,開架有人說你撞模糊的東西就馬上吃一拉,而我們為什麼有這個東西呢,那麼它在哪裏啊對白,其實不是有一裡, 我可能整天想玩 拋不就拋他 然後撞下去 撿東西 馬上進廁所 我便說 咦 咦 咦 你媽媽 為何在裙子下面會有這些東西下來呢 然後我出來 我問他 我說 喂 阿仙 剛才你幹什麼 你是不是裝假狗 我要當口面問他 他說 你閉嘴 閉嘴 我想問你是不是裝假狗 沒有打扮 有打扮 他多慘 馬上 嘩 你以為你老是走不走 他不觸腰帶 觸腰帶便不會掉 怎想知他 不 腰帶又鬆鬆地 有時是 有時期很流行 就是裙子 有人瘋 他又不會觸到很小 觸到少許 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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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球 原地跳 原地跳 十二歲 阿公拉高他的胸圍 接著用手機 影響他對球 他就被手機的閃光燈和快門聲弄醒 如果熟睡 其實閃光燈 不過你要吵醒就吵醒 好了 偷看一眼 阿公 然後又裝睡覺 事後就WhatsApp 同住的被告次女 原來他有個弟弟 即是被告 即是阿姨 同住的 接著阿姨跟被告對質 就發現被告手機 有六十多張阿X的相片 哇 影響很多張 包括超過三十張空暴的照片 十幾張身體其他部位的相片 以及三段影片 次女還拍下了一些照片 留為證據 被告就拍攝 阿姨 阿姨 阿X的私密署道歉 承認 這次還當場刪除所有 他拿到照片 說不會再犯 給他一個機會 沒得說的 這件事 女兒也大意滅親 沒有說 做得好 沒有說 阿婆反而未必這樣做 沒有說 喂 屌你了 這個臭女兒 屌你了 你的手指咬出 不是 她的女兒 這個阿姨 也未必是她的親生 這個阿姨也未必是阿公親生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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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同年 6月10日 即是大概兩個多月 被告 再趁阿X睡塌的時候 沒有穿衣服 拉到高度鎖骨 鎖骨就是這個位 拉到那麼高 然後掃骨去到球 輕掃 掃一分鐘 阿X又被掃球 大哥 當然醒了 又繼續假裝睡著 閉上眼睛 好了 接著 她 又再WhatsApp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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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話 第二次起床 阿姨 立刻報警 被告被捕 警戒下 表示 顏色 需要顏色 拍了幾張相 然後錄影會面 承認曾經 偷看過 阿姨 又沒有蓋好皮 發現 她的衣服 都起了一半 露出了少少波浴 她忍不住 一時好色 就拉到那件衣服 提清楚 已經刪除了照片 順便拍照 好了 被告在2023年6月13日提堂 其實6月10日 3日後提堂很快 被暫控以各一項製作兒童色情物品罪和威蝕罪侵犯罪 不給保釋 好了 去到21日 即是8日後 她說抽筋 就送去QE 由兩名懲教人員看守 左手被手敲 扣在病床上面 誰知道到凌晨 有護士見到被告在後樓梯 跑到地下 手敲留在病床上面 而且手敲 是沒有解鎖 或者破壞的跡象 那屌你老母 她怎樣 縮骨術 這樣 好了 被告登上的士 被告他回家 期間使用 的士司機的電話 打電話給老婆和大女兒求助 但是她老婆和女兒是不能刮她的拒絕 去這家人的家 好了 被告同日 清晨在家附近被捕 為什麼在附近被捕 人家不可能不讓她 她在附近 在警戒下說回家 警方檢驗醫院的搜購 確認運作正常 她會怎樣出來呢 難道她有特異功能 法官陳往慈 這麼想多案審 陳官 一度關注 根據被告次女拍下被告手機的照片 有幾張好像是事主的私處 質疑六十幾張照片 是不是同一天拍 如果有其他案發日期 案情就會更加嚴重 陳官說 並不等於要大幅度加刑 大致少反映到 這個受害人所受到的對待 老實說 其實以現在科技 這些數碼上 相機數碼上 不過她這樣再翻拍 就未必有裡面的資料 其實全部照片 可以找到她什麼時候 但是這樣 應該找到影幕上的 沒有了 後面雙方兩道休庭 認為未能確定照片 是不是事主或恐怖 只能確定為其他身體的部位 亦都根據事主和被告的公辭 偷拍在同一天發生 恐慌繼續讀出被告的背景資料 這個被告六十多歲 這個六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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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畢業 安法時無業 六十多歲 不做事 在84年和91年 各有一項 打劫和提供虛假資料案底 分別被判囚五年 和罰款四百元 好了 十月八號 求情和判刑 期間被告繼續還押 被告TFW 那些不說了 表里到尾 現在過去兩件事 第一 虧人威蝕 侵犯罪 和第三條 逃離合法機押或監獄 因為無論如何去著草 逃離合法機押和監獄 這裏 都隨時可能有 要判兩三年 你還有前方 分期執行錯 十年八年 這些人 好了 這是第一單 第二單 元朗區議員 施晉興 這麼熟悉的名字 施晉興 原來是什麼 他很罕有 是元朗市中心 選區的區議員 應該是否委任還是選 可能是選出來的 被控 同十六歲以下 屢同非法性交罪 可以啊 八月轉嫁去區域法院提堂 真是不公平 有些人就被人告 有些人就做大 並在十月十七日再次提堂 他回應 施晉興 香港01的記者查詢的時候 他説承認收到有關指控 他說會協助調查 深入詳情十億變透露 你還想著自己 還打這些官腔嗎 你壞了 因為凡生高的那些罪 有個女兒出來做證 現在是否告你強不強姦 只要他和你發生性行為 除非你有沒有跟他幫我 他是畢老十六歲 你就要受了 這個還說是2019年 擔任過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青年民建聯啊 他現在到這一刻 他說他沒有政治聯繫 但是做過馬逢國的立法會議員辦事 而且他選到元朗市中心區議員期間 馬逢國也為他拉過票 我就不知你的政治聯繫是什麽 雖然從十六歲以下未成年少女 發生性行為 是很平常對你們這麽人來說 但是你平時說 不要假裝杜茂昂然 假裝杜茂平國說一下 假裝杜茂 其實我應該要降低 應該是十五歲以下 十五歲以上應該都可以的 你問我就可以 好了 三上游雅來了香港 過往三上游雅 日本典堂級AV女王 曾經多次游港 其實我對日本AV女王 是非常偏愛的 三上游雅 曾經一度貴為AV女王 反而他是唯一一個 我完全沒有看過AV 他又不是不漂亮 又不是不好身材 他顛峰時又年輕又漂亮又好身材 我沒有看過AV女王 沒有興趣 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但反而很多垃垃垃垃垃垃不紅 我甚麼都看一頓死 好了 原來阿三上游雅來了香港 今早出席內衣品牌活動 其實內衣品牌活動 找他來做 是否很有效果 因為通常女生 不過現在女生又不一樣 現在女生可能 你衣服上去穿 我也穿一下 這樣也不一定 現場擠滿幾百個粉絲 很虛狠 對我來說 你搞成事 你搞一個AV展 叫日本人過來 好像他們搞叮噹那樣 真是爆 哇 AV女一無人機表現 真是爆 實際上不要爛到無人機 你真是AV展 買原裝碟 原裝帶在簽名 要做事的 要他們送檢 香港人審柱 鬆鬆地 簽名 做海報 甚至乎 給他們一個工作Visa 陪走 爆 你碰到 OK 好了 那阿三上游雅接受訪問 會透露 今次來香港三天兩夜 明天二十日便會離開 他說 被問到 會否參加香港劇集或電影拍攝 他說 一直都沒有練習 所以沒有考慮 不過 如果有機會 其實當然想試一下 有記者說 喂 港產女優 舉例來 三上游雅就說 沒有聽過 其實沒有聽過 一點都不奇怪 是你們放到她這麼大 我業界這麼大 每一天 屌你有沒有幾十幾百個AV女優 每一天出來 OK 他說 如果有機會 都想看看她的作品 他說 不知道 但有機會真的想看看 好了 早前 三上游雅 咦 她有做過Tyson Yoshi的MV女主角 她在昨天的訪問說 其實都為Tyson錄了一段 恭喜她 求婚成功 所以錄了一段片段祝福她 還笑言說 很可惜 你求婚成功 OK 有報導說 華三上游雅曾經表示 將來老公的條件 就是有年收入三千萬日圓 三千萬日圓 百多萬港幣 百五六萬 百六七萬 OK 訪問裏面提起這件事 就反問 你們這樣也知道嗎 他說 他喜歡溫柔 而且飲食習慣相同的男性 他說 其實這個訪問說這句話 只是想說笑而已 他說 不過對他來說 另一半收入比他高 當然是好些 但是如果遇到喜歡的時候 就真的 甚麼都無所謂 甚麼時候 一喜歡就沒有 他說 因為坦白說 年收入比我高的男性 真的很少 百多萬 不多 但又是否很少 不過在日本就很難 日本就更加 香港很難 日本就更加難 所以其實 任何人都可以 他說現在 自己找另一半是憑感覺 如果感覺OK 就可以了 他說 不過目前也沒甚麼機會 可以認識其他男性 所以現在都在招募男朋友這樣說 老實說 又回到話題 老實說 你說如果現在遇到三上樓下 我想測試他這個肯定 當然想測試他 但你說我如果真的愛上去 說真的 去到我四五十歲五十幾歲 我就真的不計 如果我愛上他 但你說如果我現在二零三十歲 我又喜歡他 是真的愛上我 不是想測試他那種 而是AVA女優 我 會怎樣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你只告訴我 那就先開心一下 現在不要管 日後的事 但是 喂 真的 真的要到時才知道 老實說 你說不要繼續開心 他胎了一年兩年三年 你玩了沒有新鮮感 到時就沒有那麼痛苦 但是我跟你說 一年兩年三年這樣相處 那個更加不止是 肉體上面的 感情越來越深 反而 雖然是愛情淡了 感情越來越深 到時 難道你倆 又當他屁股 又趕走去嗎 不是那麼容易 真的 不過你問我 真是難說 如果你說 媽媽 如果你不是打算跟我 結婚 那我們 One night's day 開心完就算了 不要 take this serious 好 因為我都是AVA女優 不是啊 現在說是你喜歡了她 問題是 Fore in love with her 如果不是Fore in love 的話 反而是簡單的事 其實不要說AVA女優 你跟任何的女生 即今時今日 當然我不是鼓勵 大家吶架 要搏 談話也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什麼特別的責任 你不要弄到別人有大肚 或者有三病 但是如果你說 真的要發展 反而真的要考慮的事情很多 即是社會階層 價值觀 你還要說AVA女優 人盡可 你們說真的 說把握在別人身上 說就說不用你人 吶你了 那你想想 如果你的兒子 有時候被人家笑 你媽媽吶都拍咸戲 那不是我的問題 我的兒子 那當然 我跟大家說 其實只要你真的做到 不理人 就真的沒事的 你看到蒼井空 都很幸福 好嗎 我們看看 何許人也 三上游 現在他都有點豐滿了 他是不是整過他 你看到鼻子的眼 很明顯 也很明顯 但本身都是藝能界出來的 也不是肉酸的 下一張 很明顯 我想他有三十個外女 三十左右 有 因為都紅了這麼多年 但是 吶你救他 吶你老母草虛 回來 趁周四才算 吶你老母草虛 雖然說今時今日 我們還安國仇家恨嗎 但是吶你老母 去哪個環境 你不想理會 吶你老母草虛 拿著這條東西 這些 吶你老母草虛 他是這樣 他扶他 吶你老母草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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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辦法 你要滿足你 所謂對日本人其實沒有 是對女人 根本不關日本人 歐西陈 以後 妹畫 子 至少 非常 他是 Uber